作词 李宗盛 问上师说 我们如何对果 生起不变的确信呢? 上师答道 注意聆听啊 国王陛下 菩提正觉心 并非是由因所创造的 也不会因为环境而被毁坏 觉醒心 并非由足智多谋的诸佛所造 也非由灵巧的友情众生所生产 它从本初以来就存在于你内在 是你的自然资产 既然心即是诸佛的源头先祖 因此当你透过上师的口诀 认出大事 就好比认出一个你本来就熟识的人一样 三世诸佛都是在得到稳固的禅定力之后 相续不断地实物上述道理 中而觉醒正悟的 就好比王子登基王位一般 醒觉而悟到这本初以来 就自然任运而传的境界 这远离一切恐惧与胁迫的境界 就称为拥有对果的确信 国王问上师说 什么能让你斩除偏奇及过失的混服呢 上师回复 国王陛下 无论是怀有希望或是感到恐惧 都是因为不了物见底的过失所致 觉醒的正觉菩提心 既不会吸迹成觉证物 也不恐惧会落入 有情众生的存在状态中 执着于有修行者和禅修的种种概念 是因为没有斩除二元心的投射 不过失所致 你的法性的固有本性 实是离于戏论造作的 其中没有所谓的禅修对境 没有禅修者 也没有需要锻炼培养的禅修 取受或是排挤的心态 则是因为没有斩除贪着或执着的过失所致 自心原本自有解脱且空性本质 既没有能让你执着的事物 既没有能让你执着的事物需要完成 自心本然的状态中 并没有必须取受的美德 或是必须排挤的罪恶 贪着所拥有的事物 是因为不了解如何修持的过失所致 无论是做什么样的修持 就是要远离所缘和执取 并且要了解 贪着与执着 其实没有所依基础与根本 若将以上所说浓缩为单一句话 见地即是远离确信或定见 禅修即是不要把心 致源于任何事物上 体验是要离于回味 而果则是要超越获取 三世诸佛过去 现在和未来的教导 都不可能有别于这些内容 这就称为斩除其路 及过失的捆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